歡迎收看 完全娛樂 但因為今天那個 宇辰跟著完全娛樂 要來台中品嘗一日美食 沒錯 今天第一站 我們來到這個 港式菠蘿包的這個早餐店 我們繼續待會就跟觀眾朋友說 他到底有多厲害 而且就是 老闆應該就是香港人 對啊 雷侯 雷侯我們就去淒淒看囉 接一個包搖搖了 Let's go 趕快掃了 好 現在我們剛剛已經點了 他們這邊最招牌的菠蘿油 然後蛋海也是他們這邊的招牌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去香港 吃這些美食 這蛋奶有很復古的那種 香港的感覺 你看它的這個旁邊的皮 好軟喔 我要吃喔 來 你先吃 不甘的那種耶 因為有的好甘喔 有這種想念的味道 這真的有一種道地的那種香味 跟感覺在這個我們吃的這個裡面 然後剛剛還有一個這個奶醬多士 你看那個牽絲 對啊 很實在耶 我來吃吃看 吃一個 好吃耶 然後我跟你講重點是 這個是25元嗎 超級平價 這店裡面它其實有很多 它放了一些 去香港會去的一些觀光的景點 你知道真的就是 沒辦法出去玩 所以來這邊吃東西 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身分太好客了 一整桌了 對 最後就 我們剛剛不是吃完了嗎 對啊 然後師傅又再上了一整桌 他想說我們最近是運動員 剛剛都給我們多吃一點 又來到你運動員 形象已經升職在大家的人心裡 沒錯 你想要吃哪個 我想要吃魚蛋 好 那你吃 那我吃脆脆 你知道我有一種怪癖 我吃東西我一定要吃 有爆炎的東西 我覺得覺得很辛苦 對 他一定會得食到癌 我去吃一家 我就說 有這種很燙 很燙的湯 要冒煙的那種 然後我就 不要這樣吹了 你知道他們每個禮拜來我家 我都一定要煮湯 我沒有煮湯 抽一層是會不開心的 那是沒有湯 沒有湯 我就 而且湯 他說那這個有夠燙嗎 我再去加熱一下 壓力很大 這咖哩的味道好香 吃起來感覺也特別有那種 酥糖感的奔放的感覺 就在嘴巴翹這樣 它太久沒有回來 完全覺得它瘋了 特別奔放 我真的有耶 真的是卡滋卡滋卡滋喔 要先聞 香氣先滿足 你知道它會take很近 我東東覺得很明顯 吃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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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讚 好吃 很道地的感覺 謝謝你 吃完早餐吃中餐 吃完中餐吃晚餐 吃完晚餐吃宵夜 然後就回家了是不是 今天太幸福了吧 我們在那個賽季中間 還可以跑出來出外景 難得可以這樣大吃大喝 對 然後中餐呢 我們做的當然非常的貼心 幫我們準備了一個 爆漿鍋貼 鍋貼還可以爆漿的 還是真的不錯 爆漿鍋貼就在這裡 而且很脆的感覺 因為它每一個皮的那個 你看它那個酥皮的感覺 那我來爆漿一下囉 爆漿 準備好了 很燙喔 它都很燙 來 抽一成 燙到嘴巴是不是 你看 這是湯氣 你們有看到嗎 很好吃耶 你知道牛肉麵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湯 那你先試喝一碗糖我看 香味都有 今天吃完 你晚上回去 最好跟我再跑個 二十圈超長 回去我就要 好 OK 好吧 你不是說你回去要幹嘛 我回去要休息 謝謝 好 最後一站 我們要來吃晚餐了 這樣 我會建議大家 早一點來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呢 非常的漂亮 可以先來拍個網美照 然後吃完 這邊真的是補色補香 對 就是你走進來很像 回到了阿公阿嬤的家 那種 我剛剛有一種感覺 是真的好像 滿感動的 怎麼了 你說還沒吃到飯 就感動了 對 就覺得好像我奶奶 忽然有一點悲情的概念 好 晚餐的時刻到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兩個各自點的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呢 我的是投入菜 我的是紅燒小豐肉 是不是有點難念 紅燒小豐肉 對 大家看到這幾道菜 其實都是以前 大家在吃板頭的時候 會看到的那種大菜 但它現在呢 這邊的餐廳 把它變成了一個個人的套餐 太貼心了這樣 這樣子超方便 嫩 而且它好入味 對 它的那種 它不會是那種 吃起來很讓人家覺得 很死鹹的那種 它是入到肉裡面那種甘甜 就真的感覺有以前 在吃板頭的味道 好吃 然後我覺得他剛剛有 點了一些黑醋在上面 有一點酸酸的 很開胃 因為我覺得這個米不得不誇一下 它是那個 台梗的九號米 超軟Q的 有軟骨在豬排裡面 所以你吃起來會有一點嚼勁 但不會傷害到你的牙齒 然後重點是它的那個三杯不會很油 因為很多的三杯 很多的麻油會太油 它完全沒有很油的感覺 現在看到紅色就是給它吃下去 代表我們吃著紅 對 壓著它走 微酸 但因為配上它的奶酪是比較甜的 所以有點酸酸甜甜的 好吃 真的好吃 拍照然後來吃飯 我覺得今天太享受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晚餐這個行程 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常來這邊玩 台中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在地台中人 歡迎你們來 如果想知道在台中 有更多好吃好玩的資訊呢 可以鎖去我們的 一樣台中的期刊喔 對 期刊在哪裡呢 就在我們的高鐵車站 還有飯店 還有書局 跟電影院 還有展演空間 趕快來台中玩吧